最近哈尔滨的热度不见在降低 虽然是非常棒的一次营销 但是哈尔滨人的敬业精神值得大家佩服 为什么呢 他们仍然在找一些点 继续的扒一些事情 来让大家继续的坚持对哈尔滨进行关注 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他们居然运了三卡车的血 送到广州去 这个事情说起来真的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就像把这个空气拿来售卖一样 这是北京的空气 这是上海的空气 你买吗 那这些人把这个冰雪 哈尔滨的血运到广州去干什么呢 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但是很多人非常关心这件事情 那媒体也做这种连续的追踪报道 据说今天这个三车血已经抵达广州了 我们也很期待 到了广州以后怎么处理这些血 是不是让大家都来尝一口呢 还是做什么事 这样的血运输的成本实在是很高 必须用冷藏车运过来 是吧 那在广州实际上造人造雪 完全造得出来 有水就可以造雪 为什么不在这造雪呢 非要从哈尔滨拿来吗 所以哈尔滨应该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呢 现在蓝蹄出给了广东人 因为广州人得回礼呀 人家送了三车的血过来 你送什么回去呢 人家说送一车的蟑螂回去 让北方人认识一下 这蟑螂还会飞 这也确实是没毛病的一个说法 那其实各种各样 那男人不往非你眼 那哈尔滨人也会到广州来旅游 这个季节抓紧去哈尔滨玩玩 享受冰雪的快乐 而不必在广州去尝这些来自北方的雪吧